現在促進轉型爭議委員會 促轉會 我們先從稅路開始處理 稅路是1萬元 那稅路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 照原類數 就照原類數 讓他通過有沒有意見 來請 因為這個涉及到整個促轉會定位的問題 這個稅路跟稅出應該是沒辦法切割的 要不然就是全數減列 要不然就是全數保留 稅路是 不是 稅路是像他的販賣什麼東西 好像歸費 一樣啊就是沒有運作哪有稅路 就一樣的意思 這個是一致的邏輯 好 那稅路我們保留 那稅出的部分 我們 第44案 45 46 47 48 49 都是保留 都是保留 我現在先這樣請問 國民黨黨團 那 針對促轉會的預算 你們 現在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是要全案保留 還是說 你們要提出 因為針對促轉會 總共就有多少提案 從 42案開始 一直到 92案之一 總共有四五十案 你們的提案就是四五十案 五十案啊 那你要怎麼處理 好 那個 偷偷搜尋 好吧 好 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關促轉會的部分 國民黨立場很清楚啦 因為 連 連賴院長就對他宣布 張天津事件 重傷政府的公信力 所以我們基本上認為 促轉會 公信力當然無存 所以我們覺得他沒有必要 尤其到現在 還在做相關的決策 比如說還要台幣改版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立場 國民黨的立場是 他的預算 全部凍結 等 等新的葛魁 重新任命 重新全面改組之後 我們才准他動用這筆錢 因為 連賴魁 連賴院長都認為他已經 重傷政府的公信力 再讓他們繼續運作 真的朝野 都沒有這個立場 人家院長都這樣認為啦 那 來 洪經緯 這個是這樣子喔 這個促轉會 他究竟他的權力 跟他的功能 是 到什麼樣子喔 這個定位完全 完全未清喔 其實 像剛剛 曾明中委員講的 你說 紙幣上面 要去除還是不去除 也不是促轉會講的就算 那至於你要 你要去提出這樣的提法 你也沒開過任何的會議 今天 以前的威權時代 在講 講家的功與過 究竟是如何 他的功如何 他的過如何 你也沒有經過一道的程序 去做一個論定 這個過程都沒有嘛 然後你連一個開會的議程也沒有 你憑什麼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 這個讓我們第一 這個讓我們覺得 這個 這個促轉會 他基本上 他已經跨越了太多的無限大 你連一個論述都沒有 連一個開會的程序都沒有 你怎麼去下這個結論 這個已經是 第一個是非常的荒唐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你 促轉會 你現在 既然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已經沒有辦法取得信任的話 那你在預算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這樣的預算 所以 我們認為是說 應該是 要重新的把它 論定一遍 促轉會真正的功能是在哪裡 促轉會真正的功能是在平反 你要先把平反站在前面 當初的受難者 他們的平反 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這些不急著去做 不優先處理 然後你們先去做一些有爭議的這些問題 這些爭議的問題 你們也沒有經過一定的程序 所以 我們是覺得 這個預算是沒有辦法給他過的 好 來 等一下 先 油美女委員 再 吳智陽委員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說 促轉會的定位不明 事實上呢 我們在立法院已經通過促進轉型爭議條例 在裡面呢 對於促轉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 而且對於他的工作也非常清楚 陳如剛剛委員所講的 他其實就是第一個就是要 發現就是歷史的這個真相 然後呢這個平反司法的不公 那以及呢對於這所謂的不義遺址的處理 以及不當黨產 所以呢在這個促進轉型爭議條例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 那促轉會呢他們從這個成立以來 事實上在對於所謂的司法不公的這一塊 他們把這個所謂的司法判決 這個司法判決讓他撤銷掉已經兩波 而且在這兩波裡面呢 其實他們還使用原住民的如何 去促進所謂的這個和解的方式等等 事實上呢促轉會所做的只是欠缺媒體的報導 所以在這裡呢那至於所謂的什麼改版 新台幣或是什麼把蔣公一向遺址 那個都是媒體的報導 並不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在做的事情 因為那些都是還在研議的階段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在我們的立法殿堂裡面 以而傳而一直造成社會對促進轉型正義的誤解 所以在這裡呢本席呢建議說不應該把促轉會的所有的預算呢把它凍結或是刪除 以上 好來 吳智陽委員 這個促轉會的有一些憲政的問題 就是說他現在主委副主委都沒有都沒有在 理論上是理論上是不應該在運作 所以我們認為說不管是親民黨團體提案 或者是國民黨團體提案裡面關於凍結的部分 都是講到應該行政院重新提名主委 副主委 這個同意以後才可以動之 那其實剛剛其實不是只有同意人 還有就是說剛剛李鴻鈞委員講的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 游美尼委員有講到其實促轉的條例裡面有講清楚 問題是那很明顯的張天青跟黃黃雄想做的事情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在我們審查他新的提名的時候 我們可以問他你到底是要怎麼做 作為我們要不要同意的一個依據 所以本來是還要加其他條件 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們基本上還是認為說 至少要等到這個新的行政院 重新提名主委副主委 而且得到本院審查以後 同意他的打算怎麼樣來進行這些促進轉型正義 這些事情如果都同意以後 才可以開始來動之這個經費 所以我們認為還是堅持是49案 這個 以49案為基準 國民黨雖然有很多委員提案 我們以49案為基準 那個黃國昌委員 好 帶我們柯建民委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功能 他的執掌 他的任務範圍 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裡面 有進行明確的規定 國會在進行監督的時候 針對他 有沒有該做的事情 沒有做 不該做的事情做了 這個都是國會合理 行使監督權的範圍 促轉會運作到現在 每一次委員會的開會紀錄 其實現在在促轉會的網站上面 他們都有定期的公告 開了什麼會 討論了什麼事項 做成了什麼決定 雖然我個人對於他們所公告的會議紀錄 內容記載過於簡略這件事情 我事實上是覺得有大幅改善了空間 但是最起碼 這個資訊透明有做到 今天初轉會 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打開天窗說亮話 就是當初任命了 不適任的主委跟副主委 後續所產生的主委跟副主委 兩個人個人的言行 所釀成的風波 在社會上面 都有相當程度的譴責了 這兩個人也辭職下台 下一個問題是 或許中國國民黨 介意的事情是 除了主委 以及副主委以外 是不是有其他該負責任 應該要下台的人 沒有下台 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成立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成立調閱小組的理由 那我們成立的這個調閱小組 半次也沒有開會 調來的資料你們也沒有去看 我的意思是你要去追究 懷疑假設 有其他人參與這個不當的行為 要去追究責任 有具體的事證 我覺得這都是國會監督應該要可以做的 但是我必須要幫其他的委員說幾句話 其他的委員 現在在促轉會裡面 擔任委員的人 他們何其無辜 他們當初在國會同義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整個社會看在眼裡 其他的人可以說是 本來在學界 或者是其他專業領域裡面 有一定聲望的人 而在立法院行使同義權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引起的爭議也不大 那促轉會成立了以後 他們也都是老老實實的 該去開會就開會 那盡心盡力的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了公告 有關於過去遭受到不當審判 依照促轉條例依法撤銷的 那一些過去違法判決的事情 也做了 那讓過去這些遭受白色恐怖不當審判 不法審判的政治受難者以及他們的加速 事實上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那因此 我們的認為是 責任還是要劃分清楚 黃黃雄 張天青 這兩位非常糟糕的人 他們根本一開始 就不應該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正副主委 哪有一個主委上任了以後 結果竟然對社會宣稱 說他兩個多月看不到公文 那你這主委是幹假的喔 你憑什麼幹主委 你幹主委兩個多月看不到公文 你自己早該辭職了 站在主委那個位置上面 領著興奉 連公文都沒看 這種話黃黃雄都好意思自己講喔 他該負責任 他下台 張天青在內部會議裡面 沒有經過委員會的討論 去做了那樣子的陳述 張天青也該負責 他也該下台 甚至移送到監察院裡面彈劾 我都贊成 但問題我還是要在幫現在正在促轉會裡面 進進夜夜 在幫促轉 轉型正義 努力的委員說幾句話 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在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該表態的 該說的 該受的檢驗 也經過了 他們進入委員會裡面 就是在委員會裡面運作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繼續的簽 說不是只有黃黃雄跟張天青 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也共謀 也參與 做了他們 不應該在職權裡面做的行為 如果要提出這樣子的指控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具體的市政來支持這樣的指控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市政 就因為黃黃雄 因為張天青 這兩個根本不適任的人 他們兩個人的錯誤 而使整個促轉會蒙羞 我覺得對於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並不是那麼公平 好來請柯委員 再請周委員 然後再請賴委員 再請我們環政 那這個事情 大概 出場會整個由來 從這一節開始 從立法開始 在制法法制委員會審查 我敢講我個人參與最多 那今天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必須大家共同來面對解決 今天這個地方 再談黃黃雄 張天青也不需要了 該說懲罰民進黨在選舉上面 以及整個台灣民主的知識上 說到傷害 以及我們被本黨說到傷害 都是何其慎重的 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今天要跟我們講講 張天青 黃黃雄 人家都離開了 那災難的你成立調略小組 很坦然 是我們在超委上的時候 主張成立調略小組 而且讓國民黨當招委 都很坦然面對 那調略小組開不開 掉了什麼結果 那當然我們都尊重 那也不用說什麼 那至於 有沒有其他該下來不該下來 我是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都大家 知識的論 這兩波 對於政治合唱 有罪判決撤銷 過去有罪判決撤銷 這是非常大 重大意義 整個處長會 成立是一個 先任志氣的維持 的恢復 總共剛才由美講的 有四大成立的重點 當然 真相調查 最重要的是 司法平復 與其 包括他的潛意 塑審財產返還 這是 這次修法上 最重要的一點 而且時間不在等待 很多人都 差不多 都繼續走掉 所以在最後這個時候 我們來講說 整個處長會員預算 持沒有論他只有 總預算不到萬人之一 換句話說不到 不到 一億六千萬 總預算不到萬人之一 他猜成兩個部分 一二部分是業務費用 一個人事費用 你知道我國民黨說 用49案來全部凍結的話 不可能 他 薪水還是要遭發 薪水還 滿現在還還 薪水他 整個 一億六千萬裡面的一半 一半的薪水一半是業務費用 他還是繼續的落 而且他 他在 可能應該 到明年的時候 他要把 在政治有罪判決的撤銷 他可能 可能要達到一萬個 這是 台灣民主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事情 我們要知道 國民黨今天也應該心虛一點 一個 我們 在不管二八事件 或是白色恐怖 整個 危險時期 整個犧牲的人 還有幾萬的人 但是今天 我們整個歷史上 並沒有看到加害者 受害者 何其多 全部是交貨人亡 我的辦公室就是青島東路3號 所以以前就是看守所 對我來講是很深刻 我就是 是 是 做在 不會一直上面做轉型正義的人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 今天很 很嚴肅的 而且很坦誠的 面對這個問題 繼續 發生這個問題 對於處長會 對台灣民主 對於民進黨 所受傷害 我們都非常克服民心 今天應該我們鼓勵 讓他重新開始 當然 現在有主委 副主委 乃至於還有一個 因為發 文件委員 叫商業部 當然 未來行政一定要補 而且在消費期的時候 開業的時候 才有同意錢會送進來 所以我認為 大家再思考一下 然後說我們在這裡 在談下去都是一樣的話 那各黨提出案子 我們來 院會長長來處理 大家面對歷史 面對這個我們 應該如何來看待次 副長會 各黨自己去保態就好 好 那再講 我就覺得再講也差不多如此 但是不要忘記 轉型爭議是一個 歷史爭議上非常重要一環 今天我們都要面對 我們不要忘記 這麼多人 受害者幾萬人 看不到一個加害者 這個 這一點大家也要思考一下 好來請曾委員 再請周委員 先 沒有啦 你比較後面 後面我來 曾委員 你不是要剛才幾首要講話 來請請 謝謝院長 其實我要代表國民黨黨團聲明 國民黨團也支持要推動促進轉型正義 尤其是合法合憲 又可以促進 又可以促進台灣社會和解的促進轉型正義 所以這個是前提 國民黨強力支持推動促進轉型正義 我們沒有說不推 所以即使人說要廢掉相關的條文 又重新 重新的 重新要重新修正 其實基本上 黨團的大多數一件事 我們希望繼續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的相關工作 尤其這工作合法合憲 以後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解 國民黨團全力支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講的是 到底要不要全面改組 我比較傾向支持黃雄主委的看法 剛剛黃委員提到了 你說這個黃主委他看不到公文 他被下面架空啊 被下面架空看不到公文啊 他被下面 而且他也認為應該全面改組 因為他究竟是促進會的人 而且大家很清楚 黃雄歷經各要職 他是全民比較尊敬 我要講 相對比較尊敬的前輩 所以我選擇 我相信 相信他講法 處長會必須全面改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其實各位很清楚 在座各位一起強力通過的 促進轉條例 第八條規定 明文講的 主委跟副主委 是由行政院長提名 經過立委員通過 提名的時候就要講 誰是主委 誰是副主委 其他有些獨立機關 會講明說你出缺的時候 怎麼處理 但是很遺憾的 處轉條例裡面沒有講 所以我們認定 楊翠代理主委是非法主委 所以我們強力主張 他不可以再主導相關的業務 他是非法主委 所以結論是 國民黨 國民黨贊成合法合憲 而且可以促進社會轉型正義的 相關工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希望全面改組以後 再來動用相關的預算 謝謝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左委員 沒有人就讓他們說出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處轉會的任務 並不是無限大 再怎麼樣 他也是放在我們立法院通過的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 這幾項任務 那剛剛李宏俊委員 他也有指教到是說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平復司法的不法 那我想可以看到的是 這件很重大的工程 其實促轉會已經有一定的成績了 已經公佈兩波的一個 平復司法不法 撤銷不法判決的一個公告了 我想在座的很多大家都有去見證 那現在要再走的進一步 就是說 當初受到這些不公平不法的判決的一些家屬 或者這些受難者 他們當時的財產是被沒收的 被充公的 我們在平復司法不法這個部分 除了把這些不法判決撤銷之外 我們還要再去走補償跟賠償這條路 這條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 那這條路很漫長 但是這條路也不能再等 所以希望是說 大家既然就這個部分有很大的共識 促轉會的任務還是照促轉會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規定在走 他沒有任何走偏 那還有很多要做的 我們應該給他們最大的支持 好來請賴委員 我想各黨團其實大家各位應該多數都支持 就是我們的轉型正義工作其實必須來進行 不管是這個連在條文裡面都習到 不管是貧富司法的不法 還原歷史真相 促進社會和解 包括開放政治檔案等等 這個在上面都有提到 那我想多數委員也都支持這樣 我想都支持 但是如果認為這些的執掌部分有不齊全或什麼的 我認為立法院應該是提出各自的意見 來進行相關的工作 那但是現在我聽到的包括幾位委員講到的部分 看來都是屬於是人的問題 那人的問題不管是講到張天青 我想他也為了他的言行 負起了相關的政治責任 那如果任何違法或者是失職的部分 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依法行政是基本的 那我認為如果組織不明確 那就把組織秀得更明確 所以立法院是一個機制可以來做 那如果是人不適合 有各種違法 各種司法該處理程序來走 我認為都可以 政治上也都可以處理 但是預算上 既然他現在是一個機關 正式的一個機關成立 這個國家的一個正式機關 那在 當然有各黨團有提過相關的事件等等 那我們都尊重這些司法程序來走 但這些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認為這個機關還是應該依照著國家的程序來走 該給他的經費還是要給他 該給他的相關 這個才能夠繼續來運作 全面的用這樣的方式 偏面這個凍結 或阻止這個機關的後續運作 讓轉型正義的工作沒有辦法進行 我認為其實並不利於國家的發展 所以請各位委員在三思 能不能協調一下 看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 李鴻金委員再來 黃國昌委員 我在講最後我就不再講 最主要我是就是論事的談事情 為什麼一開始我就要講的就是說 處轉會其實 我們為什麼要處轉會 就是說你最重要的是要深淵 你要平反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而且要加速的平反快速的平反 不要這個流下來的傷痕 一直在留在我們台灣 讓我們長期以來不管是遇到什麼狀況 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提這件事情 應該是徹底的讓這些受難者 還給他們尊援還給他們冤屈 我也同意 可是你長期以來我們當然黃黃雄也講過啊 還有好幾萬件沒有處理啊 你現在才處理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 可是你的處理事情的順序先後 你應該是把這個列為最優先的處理 可是我們看不到你很積極的在處理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為什麼人會出問題 今天不是張天青個人一個人的問題 今天我打個比方我們坐在這裡開會 主席說我們是東廠 在場所有的人 沒有反對默認的坐在那邊的人 你說他是不是人 你今天就應該坐在這個地方 當場就要反駁主席你不可以講這個話 今天處轉會的立場是什麼 結果你沒有反駁默認的坐在那邊 現在還是繼續處轉會的委員啊 所以對我來講 對社會大眾來講這些人就是不適任 你沒有當場提出反駁 你沒有當場認為你一個主持會議的主席 講出這種話你是不適任的 你不應該這樣講 處轉會你已經把真正的處轉會 要做的神聖的事情完全扭曲掉了 所以沒有全部都離開啊 開會的人還是留留著啊 再來一個 講這個必職的問題 必職的問題主委副主委沒有主持會議啊 那是在開會的這些委員在開會的 主委副主委沒有在主持啊 可是他們定出來的定論是什麼 那表示說這些人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並不是錢幣換不換的單純的問題 我剛剛講過你要換錢幣可以 要花多少錢可以 這要有一個論述 必須要有一個討論 蔣中正他的功與過 他有他的功他有他的過 也不是我可以講也不是誰可以講 必須要經過一個社會程序 大家共同來討論這個人 他的功與過是怎麼樣 再來定義出我們是不是在 包括中正紀念堂 包括我們的錢幣是該費 是該什麼要有一個程序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你也完全沒有在走 所以今天我最後講這個 我後面我不會再講 所以我今天我講的是說 這個過程裡面讓這個整個處長會 他的公信力已經不夠了 所以把這個人打掉重練 把這些人重新來一遍 要做的事情把它更明朗化 我想這個包括國民黨 也不會去反對這個問題 所以最主要的癥結是在這個地方 好謝謝 黃國昌委員 講過就好啦 我們大概都知道了 好 來黃國昌委員 幾件事情說明 就是說 剛剛正名中委員幫黃黃雄教區 說他看不到公文 他沒有辦法 他被下面架空嘛 我姑且 姑且 假設他講的是真的 我要再度的重申 一個主委 被架空兩個多月 沒有能力處理 沒有能力解決 等到中國國民黨去找的時候 然後才在那邊哭哭啼啼 哭訴 這樣的人適合主委 當初 當初 在立法院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 他展現的態度是這樣嗎 他做的承諾是這樣嗎 黃黃雄 他說 他看不到公文 我們成立調閱小組 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我去翻了調閱小組裡面 他們提供所有的資料 提供範圍 或許不讓中國國民黨 足夠滿意 但問題是 我光從那邊提供的資料 我就可以講啊 黃黃雄根本在說謊 誰說他看不到 裡面公文都是他的足跡 我一樣一樣都看了 根本就說謊 第三個 這個不適任的主委 沒有擔當的主委 你要遲你就遲 然後他說 他號召說要全面改組 憑什麼 黃黃雄憑什麼 你自己不幹 然後把其他的人也拖下水 我再問一次黃黃雄兄你憑什麼 其他委員做錯了什麼事 黃黃雄兄你公開講清楚嘛 第三個部分喔 就其實我覺得 黃黃雄兄可能有一點點誤會 就是 張天青 他在召開所謂 引發軒然大波 提到東廠的會議 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沒有一個人參加 那個不是正式的會議 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沒有任何一個人參加 所以我要必須要幫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說一句公道話 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 其他促轉會的委員 除了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 盡心盡力的做事 不像 兩個 不負責任 亂七八糟的正副主委一樣 他們做錯什麼事 苛責他們 對他們來講 既不公平 也太沉重 初轉會裡面 即使我們把層次下降到 不是正式的會議 不是正式的會議 而是張天青 他自己所召開的幕僚會議裡 我還是要幫裡面其中的成員講話 裡面其中有一個成員 是在學界的曾建元教授 張天青那樣講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看整個的紀錄 曾建元就直接跟張天青講 你講這個話不適當 不應該這樣說 在促轉會裡面 即使不是當委員 即使只是研究員 裡面還是有道德勇氣的人 對轉型正義是有信念的 對於應該要先調查發現真相 接下來再追究責任 貧富司法不法 他們事實上是有非常清楚的理念 因為他們過去在民間社會 在學界 就是持續的在做這些工作的努力 最後 牽涉到在預算的審理 要怎麼樣處理的事情 剛剛 曾委員 其實也代表了中國國民黨說 其實中國國民黨也支持 要做促進轉型正義 那只不過說是希望在合法合憲的前提下 我相信大家也都同意 那如果也要促進轉型正義 也支持要讓它運作的話 那問題可能就不是說要把它廢止 或者是把它預算全部刪掉的問題 那問題就是我們來看 他所提出來的預算 是不是合理 有哪些地方該刪 有哪些地方該動 我覺得 就是論事具體的問題 來進行處理 或許會比較適合 好來 曾委 謝謝 其實這件事情各界很注意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場合 把它講清楚 第一個 為什麼 我們兩個為什麼說要全面改組 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機關 一個機關的文化 一個機關的企業文化 我也贊同剛剛洪群雄講的 因為 處轉會的 雖然你會講 主委副主委離開 但是基本上這個機關的文化 有問題 這機關的文化已經爛掉了 以這個特定的意識形態 他把促進轉型認為 如同 你看看 楊翠 他在臉書上發表的 言論 心中充滿仇恨 所以我剛剛講 你促進轉型 是希望促進社會和解的 促進轉型正義 所以我才講說 企業的機會 我們已經爛掉了 由這些人來推動轉型正義 不行 這第一點 剛剛黃國昌委員也講 這個不是正式會議 但是張天津 利用上班的時間 利用處轉會的辦公廳社 找主任 找主任秘書耶 找研究員 副研究員 在召開這些事情 不瞞各位說 你的想法跟處長會的講法完全一樣 它不是正式會議 剛剛尤美妮也講 尤美妮委員也講 這不是正式會議 我敢這樣講 這假設正式會議 不是張天津下台 我給你報告 這假設正式會議 我給你保證 連院長連總統都有事 正式會議敢開這種會議 你剛剛講啊 會正式會議 所以當然非正式會議啊 非正式會議就不得了啦 這跟處長會的講法一樣啊 它根本就是企業文化 根本就是企業文化有問題嘛 它這個非正式會議就可以開啊 謝謝 好來請柯委員 我只要講 我只要很冷靜的聽齁 都證明說我 慷慨激映 我 那這個 你們等一下 我會 等一下我會教你 教我不是要跟他合作 哈哈 哈哈哈哈 同國大委員還在剛才一直講 黃康熊 張天津 這些人都走了 黃康熊是已死的 我們還是有 你站在張天津 黃康熊沒有坐在這裡啊 講事情要講一個比例原則 只要看 看國民黨剛才這樣喔 講的正義里難 很少 好像自己覺得正義里難的時候 但是 何其心虛啊 你要講比原則 你要從三四年到現在 到未來時期 總共死了多少萬人啊 那個 那個漢政 現在這個處長會 這兩個委員犯錯 而且我們已經得到應該 應該受到懲罰 你要想看看 蔣介石過去 可以比拿起來 比說這個人相比 這些東西 轉型正義不必看待嗎 這死了多少幾萬人啊 你要 你用比原則 來看這個事情 這兩個人 即便黃康熊已經離開 我們認為 人間離開 我們還是有點道德訓難 已經走了 這些人 你剛才講的文化 處長會就是要做 又轉型正義 他應該做了 大家都 他要做的事情 國民黨絕對不喜歡 一定不敢 你也不敢 但是 你剛才說的 改版像專政經驗團 都還少啦 只是他 項目之一 現在開始 一直在做什麼 有判決撤銷 還有財產環環 這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從比原則來看的 看來事情 要用激烈的事情 既往於 我們要如何面對 我們 當然我們希望 未來 我們新的隔壁 能夠找出 大家能夠接受 而且社會 社會上有 有眾望的 主委副主委 還有一個 委員要補 未來 主委會 你來 主委副主委來的時候 背行一個問他 來自於 我們可以對於這個預算 做百 把百分之十的保留 這樣要請他們來 再來報告 都可以 我希望說這個事情 很健康地面對這個事情 不是抓一個事情 然後抓一個黃文雄 抓一個張天青 一直打 現在還要打 我覺得 不符合比原則 你應該想一想 你應該想一想 那樣英文怎麼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好 我要處理了 那 處理之前 我也特別要 講幾句話 這個 那個 促轉會是經過立法委員 投票產生的啦 也算是一種選舉產生的喔 就像我們 在選立委是 人民也是一票給我們 產生之後 我們到立法院當立委 如果我們的立委 有幾個犯錯 然後 所有立委全部改組 重選 那這樣是對嗎 他都對其他的好的立委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這個改組是 不對的一個方向 不能講你們的比喻就對 不能講你們的比喻就對 我的講比喻是不對 這個 機關的首長 好 像如果我做錯 副院長做錯 我們辭職還是 下台 那 那所有的委員大家 跟著辭職 然後 重新改選 我覺得 因為他們也是 委員 投票產生 過半數 委員 投票產生喔 他們也是代表 民意喔 你怎麼可以說 全部改組就改組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奇怪的邏輯啦 我這個個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樣啦 那麼我們接下來處理預算 這個 剛才 剛才 這個 國民黨黨團是 有 有特別提到 他們以49案 作為保留啦 好 那你要保留幾案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啦 好 42案 第幾 42應該稅入 好稅入42案保留 49 49保留 還有 64 64 保留 那 92之1 92之1保留 92之1應該不用保留 因為我相信跟民進黨的意見一致 我希望民進黨可以支持 來92之1看一下 請民進黨看一下 我相信柯總召 92之1看一下 那我們92之1 好 那 齊兵黨這邊呢 你要保留 第幾 好 四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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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四十幾 那 92之1後面那個要求 趕快送人錢都很容易啦 前面那個齁 那個文字亂寫齁 好 92之1 再 大本大本 大本 我保留啦 好 那92之1保留 前面那個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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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不好意思我們一樣一樣來好不好 那個 九 九十二之1長什麼樣子 來 自己看 在那個大本的布子裡面 那 第九十二案 那這樣子齁 因為我們這個 談再怎麼談 也不會有結論 齁 那麼 那 國民黨黨團保留 四十二案 親民黨黨團保留 四十八案 國民黨黨團保留 四十九案 六十四案 那 還有 九十二之一案 那這幾案我們就保留到院會處理 其餘就策案啦 好 那 我們 處長會 的預算就到這 好 謝謝 謝謝喔 來 現在 進入 立法院的預算 那我要